好 今年3月花莲南区春雨量少 导致酌烈日里以及布里瑞穗等文旦又落过严重 那么产量平均减少了四成以上 那么经产观学界线刊就应向上级单位提报天灾救助 那么农业波号是终于正式韩文核定了 瑞穗香农会也呼吁受灾的幼农 即日起到7月12号为止 就近到乡镇公所来办理申请 今年3月份正值文旦又开花结果的时节 然而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 今年春雨降雨量不到去年同期的十分之一 雨水出奇的少导致了文旦又严重落过 产量更是飙速下降 不用等到产季 农民已经写本无归 即可向农政单位提报灾害 那由于我们文旦又开花结果期 那3月份的降雨量比往年要少的很多 那在文旦又开花结果的时候 正是需要雨量来协助 但是今年雨量真的非常少 那导致我们整个瑞穗有部分的这个文旦 结果率不是这么高 由于当时正值文旦又生理落果时期 碰上降雨量偏低 是否导致更严重的落果状况 产观学界先看旧因 谨慎调查评估 直到7月2号 农业部终于发函 正式核定 启动花莲 玉里 副里 以及卓西瑞瑞斯乡镇 列为文旦又天然灾害 现今救助区域 希望能够减轻农民的灾害损失 那在这边要呼吁我们的农友 尽快到瑞瑞相公所来做一个登记 那登记完了之后 公所这边会报请花莲县政府 那再汇集我们花莲改良场 农粮署等单位 再来做一个整体的会刊 那届时如果真的达到我们 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的话 我想政府应该会来协助 我们农友度过这个难关 农民等了三个多月 现在农业部也正式核定救助 从即日期到7月12号期间 农民可以减负相关的文件资料 到就近的乡镇公所申请办理 损害率达20%以上者 依救助额度 每公顷8万元予以救助 未达20%则不予救助 记者十一玉兰绿色采访报道